早期的贫困陷阱那是早久了 最近这些年就有一个词叫做中等收入陷阱 然后现在又要加一张修习底德陷阱 就是说新兴大国遇到的守城大国的遏制 怎么办呢 讲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不必大惊小快 要用一种理性的心态去应对 去避免掉入真正的陷阱 他们现在就是想给我们设陷阱 让我们跳进去 就是想把你打回贫穷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持续发展 我们如何继续走我们的改革发展的道路 继续向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学习 如何进一步的开放 不仅仅是要去发展更多的我们的市场 而且要学习各种先进的知识和先进的经验 来发展我们自己 改革开放45周年 这45周年要没有改革没有开放 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一方面要认真地改革我们自己的体制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地开放 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把我们自己的改革开放的事情做好 特别是改革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